每年夏季因为天气炎热 民众不想出门 加上最大捐血族群学生放假 因此都会出现血荒 近年来受到疫情影响 血液库存量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号召民众慷慨绣捐血 新店区中正路上的老字号包子店 每年的8月都会举办捐血送包子活动 借此号召社会大众共同响应捐血 周世华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医院的医疗用血速度吃紧 由于自己是捐血人 加上又在新店捐血室担任志工 因此缺血危机感受更加深刻 我本身是捐血人 也知道哪一个也是志工 哪一个时段会比较缺血 而且又经常 因为我住青山水办那里面 整条北一路 幸福路 经常假日 暑假都会有发生车祸 看到都是血淋淋的 这样子我们就缺血的话 我们就来办个活动 最近国内疫情稍微趋缓 新店捐血室也期盼 社会大众可以踊跃响应捐血活动 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实际上 ini都不断血 这样子不断血 但我已经是一倍厚的 学校 知道